今天晚上這個人不是才來過嗎 這麼就來了 旺福的杜皮你好 傑恩哥你好 你跑錯場啊 沒有沒有沒有這也是我的場 這也是你的場 明明你不是開店嗎 怎麼還這麼多場啊 因為就是要養小孩 多賺點奶粉錢 沒有感覺到很積極啊 你想想看你們的這一團 這個成軍幾年 18年 18年 去年有推出一張專輯 對 10月新專輯 新專輯第幾張 18年來的第二張 還跟我說你積極 積極在哪 是時間都給了旺福是嗎 旺福也是要有一陣子是比較認真在旺福上面 對對對當然 但其實不講我都旺了耶 其實我在今天晚上的娛樂醫師來邀請到 這個樂團叫閃閃閃閃 閃閃閃閃呢 是第一次來到娛樂醫世代 然後我已經決定要敲這個通告的時候 他們才跟我講 你記得裡面有那個肚皮吧 然後我在 對齁 以前肚皮有一個團耶 哇你還記得 以前耶 對 我記得耶 還活著 還活著還活著 對就是閃閃閃閃 好娛樂醫世代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閃閃閃閃閃 我是鼓手肚皮 我是貝斯手歐摸伊 我是吉他手軟咪 對我們還有兩位成員今天不課出席 所以你們一共有五個成員這樣 對另外一個是主唱馬摳跟吉他手鄭平 所以那個在那麼久以前18年喔 對如果從一開始組團開始算的話 2005年10月組團 所以你那個時候已經在旺福了吧 對對對 那為什麼還要另外組一個團 歡迎你繼續回到我們今晚娛樂醫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8點20分 我跟你講喔 我上次講話講到被那個廣告強制進來 是訪問旺福的時候 現在找到原因了 是因為有肚皮這樣 謝謝謝謝 聊得太開心了 看他肚皮就是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臉比較圓吧 這不是不是 肚皮這個人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如果你講旺福的肚皮 你就會覺得其實他常常也不特別講話 對不對 在團裡面你也常常就有點隱藏版 我跟推基算是同一個角色 對就是你如果不特別cue他 他就在旁邊 對對對 沒有要積極參與 也不是這樣講 他只有在表演的時候才很在狀況裡這樣 但有一天我就發現其實他想法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經營自己的店啊 會有一些你看 後來我才想起來 對他還有另外經營一團這樣 對 但這一團真的是經營的就是 這麼多年來才第二張專輯 對 中間修團了十年喔 修團時間比有活動還久 對耶真的 那你們都是創始團員嗎 不是嘛 都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有分閃是1.0 2.0 3.0 現在已經到3.0 那我是1.0 然後軟咪是2.0 我摸依是3.0 對 好所以呢 你們馬上就會有一個live嘛 這也算是三代同堂的意思 你們在表演的時候要講一下 我們這閃閃閃閃 就是有三代這樣子 那地帶肚皮 這是你組的團喔 對 我跟一開始是我跟一些大學的 就是我們大學都有熱音社嘛 對對對 所以我們大學其實一直都有在組團 雖然我在外面有旺福 但其實我回到學校呢 就會跟他們一起玩 然後後來出社會之後呢 就還是很喜歡 很懷念以前的大學時候的感覺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還是跟那時候的團員一起組了 所以大家因為有聯絡也一起在玩音樂 所以那個時候你跟旺福說 你要另外組團的時候 大家沒意見嗎 當然 主要當然還是不要 不要影響到旺福 不要影響到旺福 主業 對 但都是鼓手欸 對 我也只會打鼓 我想說 如果換一個身份 然後主唱啊 什麼的 不好意思啦 我真的比較害羞 但你真的在閃閃閃閃 你就變得比較在前面一點 就沒有 我覺得我在閃閃閃 還是比較像是個打雜的角色 就是 平常就是要幫大家處理很多事情 你是團長嗎 算是 算是 那旺福呢 旺福 團長算是 旺福其實沒有一個主要團長 沒有團長 看什麼樣的 如果是音樂上的話 當然就是小名比較多 那如果是平常日常的行政的話 業務 雜物 比較正式的事情的話 就是馬名比較多 那其實我也有負責 我就是專門負責訂店團時間 就是我唯一的公佣 慶功宴呢 慶功宴 對慶功宴來我們店 我感覺他們現在也不太慶功宴了 都回家要顧小孩這樣 對啊 啊你也是啦還講對 對 要回家顧小孩 要顧小孩還不只是他們呢 對 只是去的地方不一樣 有人回北投 有人到不同地方這樣 好 那所以呢我們今天回到閃閃閃閃閃 這一團呢竟然是成軍18年 對18年3.0最後加入的感覺怎麼樣 加入的時候覺得這團還在活動喔 對啊 對啊加入的當下自己覺得很驚喜 哇是閃閃閃閃欸 哇居然找我欸這樣 哇興奮這樣 對啊因為其實也才兩張專輯 你等於也參與到一半欸 但好榮幸 謝謝 歡迎你繼續回到我們今晚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八點半 今晚來到娛樂一世代的是 閃閃閃閃閃 有三個成員 是 所以有另外兩位沒來 你們一共是五人編制的樂團 沒錯 當然大家最熟悉的呢就是這個 肚皮 其實我覺得我們五個團員都蠻特別的 對啊 但熟悉的應該是你沒錯 是嗎 對啊 知名度最高 知名度最高 不好意思這樣講 對啊 那你來講一下 就是你跟這其他的幾位成員 就是一起做樂團的感想 對 因為大家都各自在裡面 其實分工都做得很好這樣 對 其實其實玩這個團 我覺得是蠻輕鬆的 就只要把大家 跟其實在旺福做事情一樣 只要幫大家定時間 什麼時候來練團 什麼時候錄音 他們就會自動嗎 自動的就會把事情都做好 對像那個我覺得 Omoi你當貝斯手 對 這我就蠻驚訝的這樣 為什麼 貝斯蠻重的不是嗎 對啊 你女生的貝斯手比較少見吧 我覺得女生那種比女生吉他手 多 多嗎 因為吉他反而很難按 我覺得 對 所以你是從一開始學樂器 你就學 小時候是學彈鋼琴的 鋼琴 對 大學以後才開始彈貝斯 然後就一直都在當貝斯手 對 好 所以你算是第三代嗎 對…我是3.0的 你以前有當過 閃閃閃閃的歌迷嗎 不敢號稱歌迷 但是有看過他們機場表演 有看過 像是在地社啊 喔 因為她跟馬摳是國中的 就認識的好朋友 對主唱 對然後也是馬摳找我 加入的這樣 好馬摳今天沒有來 對 對 因為她今天在忙商訊欲訣的事情 對 你看喔台灣樂團大家都跨團跨得很嚴重欸 對我們團真的是跨團 我覺得應該是最嚴重的 等一下 所以那個 Omo有在別團嗎 有 我是Pisco的貝斯手 你是Pisco 對 對 你有來過我們節目嗎 有有有 對嘛 Pisco 對但Pisco也很久沒有發現 對 對 對 哇 原來 那這樣我有 有印象 有印象 那你完了 你 沒有啊 我現在只玩一個團 我還好 之前之前 之前 你之前在哪一團 之前在熱血聲 熱血聲 這團還在嗎 不在 不在 休息中 休息中 熱血聲 就那個封面是一個娃娃這樣子 對 豆皮少年 對 專輯名稱 對 這團已經沒有活動了 對 去年修團 對 那一張專輯好像還蠻有起色的啊 對 是怎麼了 沒有就是 我覺得大家共識有點不太一樣 就做的覺得有點累 然後 大家也很忙 所以就先休息一陣子這樣 對 好啦也好 就是 就是閃閃閃閃 終於有第二張專輯了 對 正好 正好搭上 銜接的很好 對對對 中間那麼長的時間喔 沒有活動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 中間 沒有人 沒有人摳大家嗎 還是 對其實 大家就講說我們是不是 那時候是不是修團還是解散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自己內部其實沒有這樣想 其實單純的 就只是沒有在約練團而已 對 就是一整年沒有練團 但是只有約喝春酒跟尾牙 也沒有 也沒有 我們樂團只做兩件事 喝春酒跟吃尾牙 所以就是我們自己 我啦我自己覺得其實沒有解散還是修團 就是我一直覺得其實總有一天這個團還會再重新組起來 對對對 所以現在終於在組起來了 而且在去年組成 那你們之前曾經這個樂團 閃閃閃閃閃有辦過專場嗎 有我們第一張專輯的時候有辦過專場的巡迴 那時候是台南高雄然後那個台北 那時候有參加到嗎 那時候都是1.0 都是1.0的 那時候都是1.0的團員 2.0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2.0沒有專場也沒有發片 好可憐 沒錯 對啊 有發片去年有專場 8月 那已經是3.0了 已經3.0了 但沒關係 去年這張專輯非常好聽 我在聽完之後呢 我有在整張專輯裡面挑選我想要播給大家的歌 我喜歡的歌是這一首 這麼特別 特別嗎 我很喜歡 這首歌叫不開心的朋友 歡迎你去回到我們今晚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8點40分 好今晚來到娛樂一世代的是 閃閃閃閃閃 嗨 好有三位 我是鼓手杜皮 我是貝斯手歐摩尼 我是吉他手軟咪 他們三位啊代表了這個五人團閃閃閃閃 今晚來到娛樂一世代 我們在聽的是他們去年發行的一張專輯 這張專輯叫 修理 好想弄一個台灣獨立樂團的主譜 這樣 這樣你就會發現 哇很熱鬧耶 每一團都有一個人 一兩個人是交叉到別團 對 對啊 那Pisco還好嗎 Pisco很好 譬如說今年九月也會發專輯 然後再 對 麻煩見五哥 原來都有在做事嘛 對 好其實呢他們在最近呢也要做那個專場 你們的專場是兩場對不對 兩場 八月十二號在台南的TCRC 跟八月十三號在台北的Wall 那那個台南TCRC Lifehouse 已經收到 好這一團台南的就不用買了 請大家上來看台北的Wall 台北的Wall這一場是在八月十三號禮拜天 對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到台北來參加八月十三號這一場這樣 嗯 對一個這麼久沒有活動的團啊 就是每一次你們重新在一起 要練團啊 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都是新的感覺 對 剛開始 剛開始 把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真的有花一些時間 但就還好那時候是因為是疫情 所以其實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我們能有這張專輯是因為有拿到那個 補助 那那時候因為疫情補助也有延一年 所以其實我們有滿充裕的時間可以好好整理這些歌啊 跟好好的練團寫歌這樣子 所以這些歌是從哪裡來 對 一開始是有一些demo 有些歌的demo是我先做好的 所以 所以肚皮你在 閃閃閃閃閃給的歌比較多吧 不要這麼說 那 就有些這些歌了之後 因為要重組嘛 我也不好意思說 欸我沒東西 對對對 那大家要不要玩 大家應該也不會答應嘛 所以我想說不管怎麼樣先寫幾首歌 對 然後讓大家聽聽看 然後這樣比較好跟大家說 欸我們要重組囉 對 所以重組的過程就是說 讓五位成員都確認下來 然後呢你們就開始做了這一張專輯這樣 對 所以其實有很多感情的養成 是在做這張專輯的過程中熟悉起來的吧 對 像我跟正平其實是很久就認識著好朋友 所以其實一開始也是我找他當製作人 所以我跟他是還好 本來就蠻有默契的 對 然後那個軟咪跟馬摳是2.0的成員 嗯 那其實那個雖然很久不見了啊 但是我都有在偷偷的關心他們 就是欸熱血生那個又入圍金曲獎 傳個訊息哇好棒喔 對啊那個時候你在熱血生的時候 哇入圍金曲獎當然覺得前途一片光明 對啊 對怎麼知道就是欸怎麼後來就沒消息 就是命運 就是為誰啊 對啊然後馬摳入那個商訓益 那時候有入圍金曲獎 要進一獎 我有跟他講啊恭喜恭喜 對所以其實你們每個成員都蠻精緻背的欸 對 也別是你們 沒有啦 沒有啦沒有 沒有啦 真的有精緻入圍啊 蠻厲害的啊 所以本來每一個人在技術上就相當不錯 這樣 對 平閃的這四個閃很有機會 可以閃到一些金色的東西 看有沒有 希望啦 希望啦 加油欸 我選了另外一首我喜歡的歌 Lullaby 好你們聽他們的歌是不是非常可愛 一三一四一聲一四嘛 對 其實這歌呢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它有一個大港開唱版的MV 沒錯 對 所以呢大家在哪裡看 在你們的YouTube可以看得到 好那在今天晚上的娛樂一世代 我們為聽眾朋友介紹閃閃閃閃 如果你覺得這團陌生的話 那也沒關係 因為他們就真的是蠻蠻值得陌生的 因為很久沒出來 很希望大家可以去我們的那個粉專 IG還有YouTube搜尋一下神神神閃 對對對 然後各個數位平台都可以聽到我們的歌 而且這個團的團名通常是聽過一遍看過一遍 就不會忘記了這樣太好記了 在當年肚皮為什麼會有這四個字當團名這件事出現 那個好一開始是因為那時候PTT有一個流行語 叫什麼閃的右閃閃的右閃 就是在形容人家情侶在網路上面放閃這樣 然後就有人把它用那個英文翻譯 叫做the shine and shine 然後我們就看了就覺得 蠻好 蠻喜歡這個的 所以其實我們原本的團名叫做the shine and shine and shine 然後因為前面加個the是因為 不煩嗎 不煩嗎 我們是the shine and shine 後來發現真的有點難念 然後寫起來也太長了 後來就想說還是中文的閃閃閃閃就好 對啊因為其實後來我們就還簡稱叫閃四 對 就更簡單 更不想寫 閃四 我懂了這樣子 對 好今天晚上來到娛樂一世代閃閃閃閃的三位成員 那另外不能來的是他們有另外其他的工作 那但是我覺得很開心你們算第一次 這很難講 這也有可能是第二次但我完全忘記了這樣 太久了 太久了 Rami有沒有最後我們什麼想跟大家報告的 你講一下專場好了 那個八月十二在台南TCRC 然後八月十三在台北冷卧 兩場 希望大家來看 希望大家一起來看 不好意思雨色 OK啦可以啦 我們這次專場我們有算是特別嗎 首先就是閃閃閃閃就很少在辦專場 對真的很少 對然後我很榮幸身為3.0的團員可以參與到專場 然後這次除了唱這次專輯的歌以外 也有特別準備就很久沒唱的舊歌 所以應該會有蠻多就是樂迷會懷念的感覺 對 很多的舊歌你就要重練嘛 因為你也不會啊 對沒錯 跟他 明明就3.0啊 講的你也很懷念一樣 但我相信大家應該也都忘的差不多 所以我們應該是一樣 對但大家我不知道是不是懷念啊 因為畢竟也只有一張 其實藥店也不難 對 好最後杜萍 好那我們這次還會有那個共演團 那台南的話是河豚子 台北的話是Supernet Kim 然後他們都是很棒的 我們很喜歡的獨立樂團 那大家可以也順便聽他們的音樂 那就是來看我們的現場演出 大家一定會喜歡的 對 台灣的獨立音樂其實越來越多元 對 然後我們也可以聽到各式各樣百花齊放 好多不一樣的音樂人 他們貢獻出才華 但是當然也很多的人真的是好久不見 很多的團真的一隔十年這樣 都有 不會以後不會再讓大家等那麼久了 真的喔 好啊 所以肚皮這樣講我們就放心囉 謝謝你們今天晚上來到娛樂一世代 謝謝 謝謝 謝謝健哥謝謝 謝謝